CAMMA 全面地施行它的图片编辑功能 现在你就需要点击这家鼠标 就能够发挥你的无线创意 去任意的编辑图片了 有了这些功能 即使你是零基础的设计小白 你也能够设计出非常激烈的作品 Hi 我是 Grayson 这个频道主要是分享关于 YouTube频道运营 流量变现 以及网络创业内容 我每次都会分享三部影片 随道以及电影频道 想要开启CAMMA 的图片编辑功能 你可以选择任意的文档格式 然后点击这个图片 在这里面找到编辑照片 这里面CAMMA默认的就是 新版的图片编辑器 在这里底下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有选择去回到旧版的编辑器 在影片的最后我会告诉你 如果你想要使用旧版的编辑器 你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并且有些功能是只有在旧版的编辑器才会有的 这个编辑照片的功能 它会有三个分类 效果 调整 裁切 首先第二功能就是魔法编辑工具 像我进入到了魔法编辑工具的界面里面 它的主要功能就是 你首先需要扫描你想要改变的元素 接下来你需要描述一下你想要产生的内容 最后CAMMA的AI就会根据你描述的内容 去帮助你生成你的设计 第一步就是要扫描影像 比如说我想把这个蛋糕去变成一份牛排 所以我扫描一下这个蛋糕 我可以调整一下笔刷大小 然后我开扫描 然后我选择继续 这里面就需要输入我想要建的内容 我输入一份牛排 然后这里面选择产生 这里可以看到CAMMA的AI就帮助我生成了四个影像 这是第一种牛排的形式 这是第二种牛排 这是第三种牛排 这是第四种牛排 你可以看到基本上是非常符合这个图片的 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一张 如果不喜欢所有产生的内容 我可以选择这个产生新的结果 这样CAMMA的AI就会帮助我生成另外四个图像 或者说你满意它产生的结果 你可以选择这个完成 像这里可以看到刚才的蛋糕就变成了牛排了 魔术编辑还有个另外使用方法就是 我可以改变这个人他的发色 我选择这张图片 再选择魔术编辑工具 还是一样先扫描一下他的头发 现在我需要输入内容了 我想把他头发变成蓝色的 然后选产生 像这里可以看到CAMMA就帮助我生成了四种不一样的结果 第一个就是蓝紫色的头发 第二个是不同的造型也是偏蓝紫色的 这个就是基本上是纯蓝色的 但是有些不真实 第四个是这样的结果 虽然也是蓝色的 但是还是一样不太真实 我可以选择让它产生新的结果 现在CAMMA就帮助我产生了四种新的结果了 第一种是这样的形式 第二种是这样的形式 第三种是这样的形式 然后第四种是这样的形式 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加入更多详细的描述 或者是让CAMMA的AI再产生新的内容 就让它帮你生成一个最满意的结果 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下CAMMA的魔术橡皮擦功能 这个功能非常的方便 能够快速的帮你擦除掉图片上面的元素 比如现在我准备了一张图片 我想要删除掉这中间的元素 我可以快速使用魔术橡皮擦 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有魔术橡皮擦功能 但这个功能是CAMMA Pro的功能 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开始免费的使用30天的CAMMA Pro 你就可以开始使用这个魔术橡皮擦功能了 像我进入到了魔术橡皮擦它的边界界面 首先我可以调整一下笔刷大小 比如说想清除掉这个元素 我可以用的笔刷去涂抹它 这里可以看到CAMMA的AI就非常的干净的 去除掉了刚才那个元素 所以这个功能真的非常的方便 能够帮助你去快速去除掉 照片里面你不喜欢的元素 接下来就是背景一处工具 这个功能真的非常多人喜欢 它能够帮助你去快速去除掉 照片里面的背景 比如说在这个画面里面 我这张照片它是有背景的 我可以使用CAMMA的背景一处工具 我首先选上这张照片 然后你可以找到这个背景一处工具 这次需要你升级到CAMMA Pro才能够使用的 然后我点击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一秒钟不到的时间 这张照片它的背景就被快速的去除掉了 然后你可以对它进行列印的调整 变大变小都是可以的 在你给你的照片去除掉背景之后 你可以给照片加入一个阴影效果 在这里面你可以找到阴影 这里面会有三种选项 光运 阴影 大纲 我首先可以选择光运 现在我的照片里面就有一个光运的效果了 我可以调整一下它尺寸 然后调整模糊度 也可以调整一下角度 调整它距离 然后你可以调整一下光运的颜色 比如说把它变红色 然后调整一下整体光运的强度 这样就可以给你的照片 交流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感觉 然后我可以选择阴影 也可以调整它尺寸 模糊化程度 角度 距离 颜色 强度 这些标准都是能够调整的 然后这就是大纲 这个功能就是能够给你的人像 去交流一个外轮廓 我也可以调整它尺寸 调整模糊化程度 调整角度 距离 颜色 以及它强度等等 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照片表现方法 下一个功能就是自动对焦功能 在效果这里你可以找到这个自动对焦 它的功能就是能够让你进行背景虚化 这里面可以调整一下模糊的强度 我可以把它变弱一些 然后可以调整一下对焦的位置 这些紫色的部分就是它选中的位置 我可以进行调整 像我就改变了它对焦位置 可以看到这些人都变模糊一些了 反正这个人变得非常清晰了 然后我可以再加大它的模糊程度 你就可以看到会有这样的效果了 所以这功能能够快速的帮你创造出背景虚化的效果 已经介绍了这些CAMBA图片编辑功能 是不是非常强大呢 接下来我会展示给你更多CAMBA的图片编辑功能 不过在之前如果你喜欢自情片的分享 希望能做个影片点个赞 这是对我的最大鼓励还有支持 下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快速的对图片进行模糊化 在效果这边你可以看到有一个选项就是模糊化 现在就可以看到这样图片就被交入了模糊化 我可以把它的强度变得更高一些 现在这个强度就变得更加模糊了 当我达到100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变得非常模糊 下一个图片编辑功能就是双色调 还在效果这边你可以看到这个双色调 这里面会提前给你一些不同的预设 比如说我选了这个芥末黄 然后它的作用就是你可以改变它亮部还有阴影的颜色 打造出双色调的感觉 你可以看到我整体照片的效果已经非常不错了 它推荐的就是亮部是黄色 我可以对它稍微进行修改一下 把它变得更加黄一些 这样会有一个老照片的效果 阴影它推荐的就是蓝色 我可以把它变成更亮一些的蓝色 就可以看到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照片效果 然后可以调整一下它的强度 在经过调整之后就会有一种老照片的感觉 这里大家需要注意一下新版的CAMMA图片面积器 是可以让你随时回到某一个效果上面进行调整的 比如说刚才我对这张图片进行了自动对焦调整 我可以选择这张图片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设置 我再点击一下 这就是我刚才做出的设计 然后可以进行调整 让它变得更加模糊 这功能是旧版的冰淇气没有办法做到的 同时我们可以对照片的效果进行互相的叠加 比如说可以给这张照片去加入一个双色调 我选了这个樱桃红 就可以看到加入一个不一样的效果 接下来介绍一下Mocups的功能 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选项 它的功能就是能够帮助你把图片放到一个非常真实的物体里面 比如说有智能手机 有电脑 有电视 家庭还有生活用品等等 这里面我准备了我的一张说图 我可以把它放到电脑里面 我选在这里 然后我需要做的就是把我张图片去脱录到这电脑里面 就可以看到我的说图就被嵌入到这电脑里面了 在左边还可以做出一些调整 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图片最适合的大小 或者填满 就可以看到这支图片填满的效果 然后可以调整它的对齐形式 并且可以对它进行反转 水平反转 垂直反转 都是可以的 在看法里面你可以使用非常多滤镜 你可以选择这个筛选器 然后选择查看全部 这里面可以找到非常多滤镜的分类 比如说有自然的 暖的 冷的 生动的 软的等等 比如说我选了这个水过酒的滤镜 就可以看到这张图片就快速的加入一层滤镜 然后可以在这里面调整一下它的强度 让它变得更加自然一些 如果想要去除掉这个滤镜 我可以选择无 然后就加入其他滤镜 比如说我选这个北欧滤镜 其实又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了 说完了效果选项 我们选择这个调整选项 这个功能也是非常的强大 首先你可以选择这个自动调整 这个就是让CAMERA的AI 去帮助你调整这张图片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里可以看到CAMERA的AI 就帮助你做出一些调整 这也是它调整的数值 它还有一个另外强大功能就是 你可以选取区域 它默认是选取整张的图片 然后可以单独选择前景 所谓的前景就是我这个人 然后可以调整一下它的亮度 让它变得更亮一些 加一些对比度 给它亮部加强一些 少量的加入阴影 然后颜色我让它变得更明亮一些 然后可以提高它的饱和度 这样我就单独的调整一下 这个照片前景的部分 调整的道理我可以选择背景 这样我可以单独的调整一下 这照片的背景 比如说可以调整一下色温 我可以把它变得更冷一些 然后色调偏紫一些 调低它的亮度 提高它的对比度 添加在黑色 明亮度变小一些 提高它的饱和度 就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非常强大功能 可以单独调整照片的前景和背景 这里我们可以使用一下裁切功能 它有一些提前预售好的高宽比 比如说有1比1的 16比9的 9比16 5比4 4比5等等 或者是你可以手动调整 比如说我这样的调整 然后按住完成 就可以看到 就有个这样的裁切 如果使用它的预售模式 1比1 就会有这样的调整 我也可以同时选择旋转 有个这样的功能 像我就对刚才的图片 已经裁切了 在裁切功能里面 它有一个AI功能就是智慧裁切 你可以看到 我这样的图片里面 它所有的元素都是往上往右的 当我选择智慧裁切之后 你可以看到 它能够把这些元素去放到正中间 我选这个智慧裁切 你就可以看到 CAMMA的AI就帮助我 去把整个元素去放到中间了 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AI功能 这样我们要说一下老版的图片边境功能 现在大部分的CAMMA图片边境功能 已经转移到了CAMMA新版的图片边境器 相信在不久的未来 CAMMA会把所有的功能都转移到CAMMA的新版边境器上面 现在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 你不能够同时使用老版的编辑器 还有新版的边境器 比如这里面你可以看到 我有张图片 然后我会选择背景一出工具 就把这个图片的背景去录掉了 然后再选到这里 去返回到老版的边境器上面 这里面CAMMA就会提醒你 如果恢复成了旧版 你设计中对照片所做的所有编辑都会消失 现在我就回到了旧版的边境器里面 就可以看到刚才的背景一出功能就消失了 当然在旧版里面也是能够找到背景一出工具的 现在可以看到还是一样的 它帮我去除了背景 这里面你还可以找到模糊化工具 调整工具 阴影工具 你也可以对照片进行调整 加入滤镜 这里面也可以找到自动对焦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面部修图 我可以使用这样的照片去试一下 这里面它首先可以让你进行自动的调整 然后你可以单独的调整 比如说浮屏肌肤 这就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然后你可以选择美白牙齿 红颜等等 这个功能现在占着只有旧版的图片边境器才会有的 然后你可以找到SmartMocups 这是刚才我们说的Mocups 然后还有阴影功能 边框功能 双色调 这些滤镜功能都是有的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看一下 你要使用旧版的边境器 还是使用新版的边境器 这些看法的图片边境功能 你最喜欢哪一个呢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别忘了可以使用影片下方链接 去开始免费使用30天的Chrome Pro 在我的频道里面 还有很多关于看法教程 你可以看这播放列表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希望能够做个影片 点个赞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要记得更多关于看法内容 追踪IG 能够有更多互动 那么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